中国是世界上皇陵最多的国家 因为古人对于自己死后的葬身之地十分在意 他们一般都会在生前花很多的钱和人力去修建陵墓 死后也会用大量的奇珍异宝来陪葬 这也吸引了不怀好意的盗墓贼 导致清朝墓差点被盗光 不过相比之下 明朝皇陵很少听说被盗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因为清朝是满人统治的朝代 在1644年 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满足入关 为了能够统治汉人 巩固自己的势力 于是清朝政府对明朝皇陵实施保护措施 甚至还帮助重新修缮 不让人肆意破坏 加上明皇陵保存得很好 基本陵墓深度达到20多米 让盗贼作案风险增大 不易盗取 加上明皇陵在禁交 容易被发现 而清皇陵就不一样了 都在深山老林里 在地下紧密处 易于挖掘 而且明朝是汉人的最后一个政权朝代 清朝是满人的政权朝代 清朝末期丧权辱国 做出了很多伤害汉人感情的事 不得人心 因此一部分对满人有民族情绪 选择去挖清朝皇陵 话说 大家知道除了明朝 还有哪个朝代皇陵 保留的比较好的吗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